大家好 今期開箱的SHF LOKI 復仇者聯盟版 可以說大家等了很久的角色 立即訂閱玩樂聯盟 按下通知鐘 接收更多玩具開箱片 今次包裝用了LOKI 綠色 外盒左下割了一張奸笑的美術圖 背後照例是官方的宣傳圖 配件除了本體外 有兩塊替換臉和頭盔 替換的髮尾和手扣 宇宙魔方和伸縮前後的拳杖 還有三對替換手 配件尚算豐富 給大家的COS UP 看下手型 足智電影復仇者聯盟 但其實都是終局之戰版 一身華麗的服裝 但就是電影中的主要反派 取材至電影中LOKI 戰敗後被騙信的情節 作為BANDAI 玩具9月全線帳戒後的押軸作品 看看這隻SHF 的質素可否對得住價錢 先看頭雕 是無表情念 個人覺得疑真度是不錯的 高挺鼻及深邃的眼睛 高壓頭及向後梳的一頭黑髮 頗有演員的神髓 頭髮同樣是兩層色 又表現出LOKI 凌亂的髮型 坊間的人批評頭條女與真人不似 跟電影的劇照比較一下 個人覺得還原度上算不錯的 無論是眼睛、鼻鼻及嘴巴的特性 都有一定的相似度 修正了髮線及耳朵位置 下巴沒有那麼尖 頭雕在側側的角度網都有不錯的相似度 整體給人的印象不是網上說的那麼差 表情採用換面色可以直接拿下來替換 但都意味著把換時非常容易脫落 另一個表情就是招牌的奸笑 這個表情可以說差不多是原創 因為裝上後實在不太像演員演繹出來的笑容 有很多人說嘴巴太大了 以真人的角度標準的確是 個人也都認為原型製作者是加少少自己的創作下去的 雖然強調這種奸小變得更邪惡 而設計的嘴巴大一點 但買家買不買賬也是另一件事了 最後是被握街時戴上口球 咳咳 是口罩的樣子 一念藍獸M念 令人想入非非 而且可換性十分之高 不過眼睛就不是太相似了 大口罩的造型細節都是不錯的 要換上頭盔才把整個頭拿下來 替換髮尾的部件 再將表情放入頭盔之後再裝上去 戴上頭盔遮住額頭的樣子變得更加好看 頭盔呈金色有綜合舊化 可以見到有少少的污漬 造型十分之好看 特別是那兩條捲曲的歌 可惜有著一條明顯的分母線 身體方面 長袍的造型複雜 觀感令人驚異 旅程的衣服是黑色 空口和下擺都有金色做點綴 都有做出不同的紋路和細節 然後一層斜背帶連接著外套 外套的黑色位置有同按 反出來的領和內側都是綠色的 邊位部分有少少少金色的 再到手臂上的金色輕裝格 趴著很多細節非常之靈 和黑色的反差效果明顯亮眼 庫的部分是純黑色 有金色圖紋和做出巢節 小腿部分是護甲灰色 鞋底亦有黑滑坑紋 披風用上深綠色 材質是佈製的 但又沒有內置幹線 身體背後同樣是純黑色 沒有太多細節 只有長袍的下擺是金色 這次特別附上宇宙魔方 光是藍色正方形 有一小小透明 要手持需要換上專用的手型 另外就是伸縮前後的拳杖 只有長短的分別 金色的病身有很多細節 會上銀色印 塗裝也很好看 中間藍色是心靈寶石 裝上方法是拆開拳杖上下部份 分別套入手裏面 然後再組裝就可以了 最後是手扣 主色是金屬銀 手扣圈內則是金色 手扣使用軟膠材質製作 裝上手扣方式和裝上蜘蛛絲類似 先把手型拿下來 再套上手扣 然後再裝上手型就可以了 可動度方面 頭能夠左右轉動 樣視角度受到頭髮限制 虎視有不錯的表現 胸和腰可以轉動 前傾角度一般 後傾角度好一點 但不要過度用力 免得中間的扯揹帶會脫落 手臂能夠上台90度 手掌只能做單關節的屈曲 手掌可以調節 備有蝴蝶式的關節 下半身方面 說了好多次 長袍角色可動一定不太好 腳能夠前踢出90度 膝蓋也是單關節屈曲 後踢由於長袍阻礙 沒什麼大角度可以 腳掌能夠調整角度 腳尖可以屈曲 最後 跟雷神和美國隊長出來比一比 可以見到 Loki的高度實在太矮了 拍著雷神更加明顯 總管可以把Loki雙腿拉低一點 造型上也不會穿奔 但根據新高真實比例 其實高度也是太矮了 Loki作為人氣反派角色 粉絲等到他出SHF 固然是值得高興的 但高王的定價 又可不可以對得住產品的內容呢 雖然有好的服裝細節和塗裝 但都有著一般頭雕和嚴重的身高問題 再搭配這次的售價 只可以說不合格 反正在Bandai 看來 有遺憾身高問題 頭雕問題 再出個劇集版給你們買 雖然未至於一無是處 有餘力的人都可以購買 但劇集版如果真的有的話 最快都要兩年 或者大家可以等下跌價 你又有什麼想法 在下面留言 還有記得訂閱玩樂聯盟 Like和Share 出賣我們SHF Marvel Paylist 下次再見